是否觉得为什么自己虽然很想要找个人来陪伴 可是却一直没有进展 其实你的一些在不知不觉中所养成的习惯 是阻碍你找到新恋情的真正原因 国外网站Brightside整理了六个你应该改掉的习惯 祝大家都能顺利找到另一半 你的生活当中已经无法容纳爱情 我们无法找到另一个人来做 所以你必须留下加班 嗨 抱歉 我今晚不能跟你出去了 一段新的恋情需要许多时间培养感情 可是如果你一直因为工作而耽误约会的话 那就真的无法顺利的找到对的人了 你的世界不应该对什么事情都感到忙碌 可是爱情却不在这些忙碌的事情当中 你该怎么做 对不起 我今天不能加班 紧将会议延到明天早上 谢谢 有时候为了幸福 该做的取舍还是要做 你无法摆脱过去的恋情 我的前男友对我很好的 他为什么抛弃我 我有什么不好吗 他的心里都是前男友 我想我没机会了 你该怎么做 撕掉前男友的照片 抛下过去勇敢找寻下一段更好的恋情吧 你太宅了 我们去博物馆吧 还是要看电影 我们出去滑雪吧 谢了 我还是想待在家里 为什么我总是遇不到对的人 你该怎么做 幸好我们决定来滑雪 对呀 这真棒 让我来帮你 虽然宅在家中很舒服 可是只有踏出第一步 才有机会碰到令人心动的另一半 你不注重打扮 这个送给最有吸引力的女士 你该怎么做 出门时不要一副宅样 稍微打扮一下绝对很让自己更开心 你太在意父母的意见 他看起来很棒 可是我爸应该不会喜欢他 你该怎么做 虽然父母的意见也很重要 可是这是属于你自己的幸福 如果你觉得他就是你心目中理想的对象 那就勇敢追求爱情吧 你不愿意尝试新的事物 我喜欢看爱情片 就这一步吧 你该怎么做 星际大战一张 谢谢 很好的选择 是啊 是时候尝试一些新的事物了 没有人能将你限制住 除了你自己之外 其实很多道理都很浅显易懂 可是人类是习惯性的动物 一旦养成习惯之后 真的很不容易改变 如果你也想找到真爱 让生活从此不一样的话 那就勇敢踏出第一步吧